有感於近年來高雄市鳳山區的快速成長 市議員李亞進在總質詢時 向市府表達爭取鳳山溪燈會展演活動 除了希望可以讓更多民眾看到有別於愛河燈會 不一樣的傳統西河之美 同時串聯出周邊古蹟文化景點 以及地方特色小吃 讓更多遊客看到和體會 進而帶動區域觀光商機 那幾項事情像鳳山溪 林副市長跟環保局 還有水利局其實也開過會 包括納館這個部分 包括食品皮革一些工廠要納館 但是因為這個預算是比較高 對廠商來講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輔導的計畫來協助 那我也希望說在我的任內可以看到 鳳山溪的改善有一個初步的成果 讓它能夠成為一個清水環境 讓鳳山的市民也可以比較喜歡 所以這個水路怎麼讓它能夠活絡 然後有一個水位 讓它成為一個清水環境 我們有待規劃的 透過一些活動的行銷包裝 讓更多人來到鳳山 願意進來以後進而去感受鳳山的美 那怎麼辦 我就是先把鳳山 我們把硬撲面硬底子先做好 鳳山溪水池整治好了以後 我們其他透過觀光公車 然後也透過燈會的活動舉辦 因為剛好是有愛河的燈會 一直都是在愛河 我們也覺得不平 為什麼只有愛河而已 我們鳳山可以整治這麼久 也越來越好 希望也可以有雙燈會的概念 另外在總質詢中 李雅敬也向市府建言 前縣醫護人員的辛勞付出 和薪資獎勵差距太大 導致近年許多護理畢業生不再投入職場 市府在市立醫院可以帶頭做起 提升福利和薪資獎勵水平 讓更多有之於 服務照顧病患的護理師 安心放心的加入護理師行列 我們這些醫護朋友們 做個怎麼樣的一個保證 保證說在高雄工作的 第一線的這些人員 專業人員 是你在職場上的工作環境可以改善的 是你的薪資可以去 maybe可以加薪的 我們在市立醫院 我們因為有一些是委託 像高醫或者是聯合醫院 在明年 在一些相關的這些薪資的條件 我們都有在做一些要求 我們在年底前 我們會有一個改善的計畫 跟進度跟理醫院說明 去到便宜我們什麼都不會 我們可以挖苦的 醫師跟護理師 那他們的工作職場 其實我們自己 在那裡一般市民朋友就看得到 他是高壓高工時的 那他的薪資 我去調查過資料 他其實高雄的薪資遠低於其他縣市 尤其是歐美還有新加坡 透過總質詢 我們想要讓市長去幫忙爭取 至少中央衛伏部沒有照顧到的 除了部立醫院的那些護理人員以外 那高雄市的市立醫院 高雄市能幫這些醫護人員做哪些事情 對於市區道路動線的劃設 李雅金也呼籲市府交通局 要盡速通版檢視 不要將有為常態性用路民眾的使用方式 以不合理不明確的道路標線 導致用路人無法仔細判別 進而違規遭檢舉罰還 也讓市民大眾認為市府錯在先 卻把百姓當體管機來用 嚴重影響了市府專業形象 記者李嘉隆 高雄報導